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請你相聽一段 《夫妻比筆》 我在二十三歲的時候來嫁 你六歲以前還沒生的大小女子 有在上班 生的小孩後身體變得很悲 對小孩沒有那一件事 所以沒什麼趣味 而且我愛自己一個人睡 後來我先生也跟我說 說他有緣沒什麼趣味 每晚他會喝點飽 電腦就自己去睡他的環境 我先生是孤兒子 很孤兒子 有一天 鄉鄉跟我說 他很愛吃他媽媽 炒的米粉炒 他媽媽已經過世很久了 我那時候才了解說 我先生有戀母情節 有時候我像老母一樣 在照顧我的身心和女兒子 人家差不多是沒有那種需要 每天他喝點酒 他就叫我先去睡 我如果未來 他不會抱歉我的辛苦 因為我沒有那個心情 所以他對我這樣 我也不覺得怎麼樣 有一半天 他跟身心比較親熱一下 他跟我說 你有夠無味 你很少人失望 我很親愛 有種流性 當時可以當他們老母 太太 情人三種角色 有人說 男人失去性的幸福 做女人有接任 如果鄉方民都沒有幸福 可能就是婚姻的疲惑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 生死在外面 頭子太多 以外看法 幸福是鄉方共同培養 女人能夠了解 女人的需要 其實沒有一個女人 沒想要做那個事情 像我們在日本 我們婚姻不知道多久 想不到我們會再發生 而且那一晚 我們婚姻的感覺 非常緩緩 我感覺說 幸福都是靠女人的培養 當然做流性的人 應該配合 婚姻的中間 才能入肥滴水 我感覺到那種 香蕾